很多时候会不会其实每个人在找公子是流行 他需要在社会上生存 不被社会淘汰 大家好,我们是大千跟大姐 我是大千 我是大姐 今天我们要来讨论 听我的电波吧 第八集我们发现的有趣地方 希斯尔光明的伏笔 还记得我们上个星期 在讨论的时候不是说 希斯尔光明 会不会其实是 你那点亲戚的事情吗 但是在后来 我不是提出一个观点是说 会不会有那么一点点可能 希斯尔光明真的只是跟美奈领长得很像的 那世界上其中的一个人而已 这一次电视剧终于给出答案了 希斯尔光明只是跟美奈领长得很像的人而已 然后这个过程其实还蛮有趣的 当时美奈领刚做完 彻夜的现场直播 马腾送美奈领到电台一楼的时候 古年妈正好在等美奈领 第一次打完招呼之后 马腾就问美奈领的妈妈说 她有没有姐妹 美奈领的妈妈的确有姐妹 只是姐姐结花在杂谎开去酒屋 而妹妹尤真在青森的苹果农家结婚 并且在那边工作 姐妹两人都因为 丈夫的不争气出了不少苦 看到希斯尔光明的照片之后 美奈领她妈妈表示 这个人的确跟美奈领很像 但是不认识 同时提出世界上会有三个 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居然是我们上次觉得 最不可能的结果耶 我当时还说 那个编剧不会有做这种无聊的事情 但是至少她还是 好好地把这件事情说回来了 广播的意义 这一次以地中后停电 广播开始播放的受代资讯为导影 带出角色的认知当中 广播对民众的意义 在马腾先生告知美奈领药 彻夜播出之后 他问南波说 这种时候广播扮演的重要角色是什么 南波说 是贴近当地状况的受灾报道 这是少数广播赢过电视的优势 马腾先生就说 这当然很重要 但不只是这一个 深夜发生了大地震 停电了什么都看不见 趁手不见五指 并且不知道什么时候电力能恢复 打开广播就只会听到 广播人员用紧张的语调 持续播报收灾资讯 这种情况下人会怎么样 南波就说 一般人都会被不安压垮的 哪像美奈领会打开漫画逃避现实 而马腾先生再次补充说 我们要做只有 听我的电播把能做到的事情 而美奈领再一次得到 马腾先生的物理要求 是物理吗 因为马腾告诉美奈领说 你就跟平常一样 跟大家说你不是一个人 不会有事的 这就是意义所在 接着美奈领做了正万的现场直播 并且在早上毛泰跟九连木赶到电台之后 毛泰首次对美奈领的能力表示认同 接着马腾先生送美奈领到一楼 也告知美奈领 他确定会参加Dreambride Radio 接下来是工作的意义 我觉得美奈领他其实 我一方面就像是他妈妈说的 他蛮传道桥头自然值的 因为他遇到什么问题就会把它解决 但是他似乎没有一个整体的规划 他可能只想说这一次要做什么 但是下一次要做什么 下次再说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才会带出 他在第八集彻夜现场直播的时候 在收到欧派警察的来信 并且看完之后 说出这段话 我会成为广播主持人 是被一个可疑的电台导播挖角 半推半就当上的 老实说我一直觉得很不真实 就只是人家怎么说 我就怎么做 也不知道这份工作会做到什么时候 不过说到这份信 我觉得我的声音你们都听到了 让你们听见我的声音这件事 本身就是有意义的 当广播主持人真的好开心哦 谢谢你让我承认到这一点 欧派警察 很多时候会不会其实每个人在找公司 是六余星 他需要赚钱 让自己可以在社会上顾虎或是生存 不被社会淘汰 但是这个人有没有自己真的核心的想法 或者是他有没有自己真正的兴趣 或是想做的事情 就是他的工作等等的 其实都很难说 有些人会让我觉得 这个人很厉害的一个点是 即使那件事他可能没有兴趣 但他可以做到80分85分 有些人就算 我目标没有兴趣 我要把它自己的生活过好 他们就是 就是想要把一件的事情做好 可能把这事情做好 然后没有成就感 如果这件事情有没有很挫折 那么我可能就想要换跑道 但至于这件事情 到底是你他们喜欢的 可能也就未必 因为如果他们喜欢这件事情 带来的成就吧 那可能他就代表 他喜欢这件事情 交代也是适合的 但有些事情是可能 他就算可能没那么适合的 但他还是会继续努力去做 那也是另外一条路 那我觉得看了那个 我就觉得很厉害 美奈林在回欧派警察的信之前 他有说 你知道什么叫TPO吗 而TPO这个东西 其实是合制英语 是日本人创造出来的英文 它代表的分别是 时间地点跟场合 这个有点呈现出 日本人的文化 其实还蛮强调 在适当的时间 做适当的事情 就好比在去高级餐厅吃饭的时候 穿得很休闲 在电车里面喷很浓的香水 这一类的 都会被试鬼式 不会分辨TPO 或者是比如说 如果只能去看电影 然后你穿的一层套的西装 会给人很大的压力啊 对 我觉得比较贴近台湾的例子 应该像是这样 打架的技巧 在第六跟第七集的时候 美奈林不是有对 眼上的网红跟简军少年 使出过肩衰吗 这一次美奈林的妈妈 终于出现在瑞士的家中的时候 她想要对妈妈使出过肩衰 她出招的时候 反而被妈妈摔出去了 这就是她们的沟通方式 现在想过肩衰 再来沟通 果然是有其母 比有其女的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想 跟各位分享的内容 如果有什么想法的话 都欢迎在底下留言分享 而关于工作 各位是什么想法呢 是 A为了无口 因为我想要在社会上 生存下去 所以不得不赚钱 B 成就感 我的工作做起来有点有趣 偶尔还是可以得到一些成就感的 我觉得OK C 没有特别想法 我醒过来的时候就在这里了 D 其他 欢迎在底下留言分享想法哦 并且按赞 订阅 分享我们的影片 以及频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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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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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